油车起火并不少见 哪怕是劳斯莱斯都有可能出现自然 视频中的劳斯莱斯从发动机舱内冒出大量烟雾 内部可能已经烧起来了 同样的还有这辆福特 在高速上发动机舱冒出浓烟 引擎盖上的漆面也因为高温被烤制变色 没多久浓烟变成了明火从内部蔓延出来 其实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很多时候只是没被传播 或者是传播范围有限没被我们看到 反观电车 因为有流量有热度 随手一拍可能就会引发一大批的吃瓜群众 这大批的吃瓜群众在转发 就导致了新能源车起火事故高于油车的错觉